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 向往的生活,团宠杨子,留下来尝住吧! 杨子做客《蘑菇屋》的这两期真的太好玩,也太好笑了。 作为为数不多在《蘑菇屋》住两晚的艺人之一,观众对杨子的态度天壤之别。 想着能否让杨子尝住,因为他在《蘑菇屋》的气氛都不一样了。 特别是杨子和大家的相处中,让人觉得这才是向往的生活。 大家谈天说地,相处融洽,聊得开心,才是慢综艺的模样。 以至于让观众萌生了让杨子尝住的想法。 何炯和黄磊对杨子十分照顾,到了蘑菇屋几乎没有做太多重活。 甚至还跟张艺兴他们一起去游和,种树这个环节直接忽略了。 可见无论是观众还是蘑菇屋都很喜欢杨子,都希望杨子多来几次。 为什么杨子那么受人蘑菇屋喜欢,甚至被当作团宠呢? 杨子性格外相,而且很有幽默感。 在节目录制前,坊间就有传闻说杨子和张艺兴谈恋爱。 所以一开始都带着吃瓜的心情看这一期。 相处融洽,懂得营造看点。 杨子主动和张子峰聊天,张子峰也侃侃而谈。 两人还聊到了小时候的认识的经历,杨子还主动说张子峰小时候很活泼。 不仅如此,杨子和张艺兴的对话也比较多。 刘晓义和乔珊来的时候,都只是和张艺兴打声招呼,之后也没有过多的交流,主要还是不怎么主动聊天。 但杨子却会主动找话题聊天,会聊到很多有趣的事情。 在聊天的时候大家才知道,原来杨子提前做了很多功课。 知道聊什么样的话题。